国泰村长长期关注着环境与气候的议题 今天无意间发现了小居民生活的方阁村 小居民的家因小碳碳而变得暗淡无光 尽管已是低碳社区 似乎仍有许多需要帮助的地方 细心的国泰村长观察到 小碳碳来自于办公室老旧的设备 和日常业务中大量使用的文件 国泰村长也发现 小居民平常使用的电力大多来自于火力发电 使小碳碳充斥在日常生活中 方阁村内也有许多小居民老板 想支持再生能源发展 但难以寻觅提供绿能服务的商办大楼 对于如何洽谈绿能也毫无头绪 这些困难使方阁村了无生气 国泰村长决心来帮助这些小居民 打造零碳的绿色生活空间 为了让排碳较多的办公空间更有效率的用电 国泰村长不遗余力为小居民更换节能设备 规划共享型办公空间 并透过无纸化保险服务 降低纸张使用的碳排放 让日常工作更有效率 透过各项减碳行动 从2020年至今已成功减碳14% 不仅如此 为了让方阁村使用更洁净的能源 国泰村长教大家如何采购再生能源 也为大家在屋顶上建设太阳能板 并积极投资再生能源发展 也帮助用电不稳定的里岛校园能源自主 支持里岛学童安心就学 此外 国泰村长也听见小居民老板的心声 与政府共同设计绿色租赁方案 担任起绿房东的角色 替城租户们团购所需要的再生能源 并进行分配 让企业主更容易使用绿能 携手台湾产业 迈向能源转型 灵碳营运转型并非易事 国泰村长仍不畏艰辛 透过绿植场 绿能源 绿房东的行动 迈向2030年R1100 与2050年净零排放的气候目标 更携手员工 居民 台湾产业 一起迈向净零未来 国泰邀请您 一同成就永续的美好